谁啊 你又是你 你要去哪 我回老家了 你如果现在走的话 你再也见不到雨萱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威胁我啊 你叫我挨眼呗 我走啊 雨萱得了重病 你如果再不去拦着她 她就要上游去无回的手术台了 小姊儿 你先出去一下 周瓦 之前我跟你说 那个大国一的项目啊 盯的人太多了 包括那个陆一伟 资方是谁啊 他们是什么态度啊 大投资方是一个制药集团 承办这个项目的公司呢 我已经去铺人了 等到实际成熟 我带你过去见见金主 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所以呢 不好意思 喂 朱莉 对 我已经到现场了 今天拍摄量很大 什么 什么 你在酒店了 你这么早进组吗 行行行 好 那我让庆平去接你 你别乱跑啊 好 拜拜 我们最近比较少联络 所以 太不懂规矩了 这怎么知道是来了 行了 行了 你忙你的工作 我去对付他 皮特哥 朱莉是我女朋友 谁是你女朋友 你 你看说谁谁来啊 也太好了 征服我有个很重要的电话 我先注意点 你们俩先聊啊 你们聊啊 好 拜拜 好 你怎么来了 你在酒店 吹冷气看电视多好 本来探班就是来陪你 我天天在酒店 待着算什么 你是不是烦我了 我没有烦你 我想说现场无聊嘛 而且我怕你在现场 我会分心 不过我都烦不了你多久了 我订了今天晚上的机票 我爸抱怨好几天 没看见我了 真的吗 你这么高兴干什么 不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 不然 我派车 不对 我让皮特 亲自送你去机场 好吧 你好 颜希 你好 欣婷 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吧 你最近 观察他怎么样 可棒了 感觉每天自己在眼无见到 不过我发现他确实有每天 固定中药的习惯 难道他真的有病 这样争取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 最好能拿到他吃的药 我们好拿去化验 好 我努力 你很辛苦吗 一开拍就赶进度 别提了 拍戏并不辛苦 跟着岳哥是真的辛苦 他白天整新歌 晚上就来折腾我 凌晨要吃东边的夜宵 清晨要吃西边的早餐 一会儿让我去机场接人 等了半宿他跟我说人不来了 还有啊 他每天要随时随地地健身 让我拿着几十公斤重的哑铃片 来回片场和酒店 结果呢一次一次都没有用过 不过 我的供儿图记倒是不少 你看 你努力坚持坚持 他人品这么差肯定有问题 他越这样对我 我就越想星哥 对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他的第二部手机 那你再继续观察 一定要小心啊 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谈事吗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你可能要跟我说的话 会让我心里不太开心 所以我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对不起 你不用对不起我 我是怕你以后 会自己对不起自己 感情的事情 真的很难说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跟苏欣走在一起 如果我有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真的很抱歉 完了 陪我搭会儿游戏 让我好好赢了你 要不然以后咱俩 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坐 我被你造了 我被你造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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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了 我一下午都想去现场看你 皮特哥不让 那明天你来 我带你 我介绍那个导演跟制片给你认识 好 怎么了 该送走的都送走了 怎么样 今天累吗 还好 对了 皮特哥在帮我争取一个大戏 如果我顺利谈成的话 我一定帮你争取一个角色 少说也是一个女二号 好吧 谢谢 好 一个像天上的星 一个像空中的萤火 怎么触摸 一个是夏天的风 一个是冬天的光 如何拥抱 沿途每一阵风景 因为这场意外相遇 雨萱 你这是去哪儿啊 何叔 我要去外地演出 得走半个多月吧 雨萱啊 一个女孩的外不容易 有什么事加点小心 孙阿姨 我先走了 之前我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别往心里去啊 雨萱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们呀 我 我能有什么事 瞒着你们呀 我就是表达一下 我的感激之情 那就好 出去有什么事啊 及时往家里来个电话 好 我知道了 孙阿姨再见 何叔叔再见 嗯 再见 这孩子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是有点儿 是有点儿 如果爱你 是长风波 感谢颠簸 让我们收紧我 你怎么来了 雨萱 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孙一航你在这儿发什么疯啊 你起来 你不回答我的话 我是坚决不会离开的 懒得理你 雨萱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知道你这次想躲开 是由你发病 不想让别人看到你丑的样子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错了 不管你以后是瞎了还是聋了 我都会一样爱你的 你怎么 夜朗告诉你的是不是 没错 是我逼她说的 这件事情怪我 我不应该怀疑你的 我错了 原谅我吧 你走吧 我不会答应你的 还有 虽然我身体出了问题 可是我是有尊严的 我不接受你的怜悯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赖上你了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知道吗 我认识你之前 我的人生就五个字 怎么着都行 但是我认识你之后 就变成了四个字 没你不行 孙一航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别来缠着我 你说谎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我服药的时候 你愿意一直陪着我 为什么我从车上摔下来的时候 你会不顾一切去救我 我住院 没日没夜地照顾我 为什么 你愿意陪我谈了一天的恋爱 可是万一 没有以后了怎么办 我能给你的也就是那一天了怎么办 梁雨萱 你以前那么酷 把我这个古北小霸王 都真的一愣一愣 现在呢 你因为一个小血块 转眼变成苦情戏了 你告诉我 你最近做手术了吗 要是以前 我真的无所谓 无父无母 也没有人爱 谁都不在乎 我更不害怕死 可是现在 我打算为我爱的人拼一把 那 这些人里 包括我吗 雨萱 你要是能顺利地 从手术台上下来的话 你以后的日子 不管你是贪了还是惨了 你的后半生 都由我来负责 如果 你没有办法从手术台上下来 那我也会陪着你 走完你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你不想拖累我之类的老土话 这不是我认识的梁雨萱 我知道 我做过很多不着调的事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变成一个合格的陪护 帮你退轮椅的 我才不做轮椅呢 对对对 不会做一定不会做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一定要做我的女朋友 喂 孙阿姨 雨萱 这 这 这么快就回来了 演出取消了 雨萱不走了 我把那行李放这儿了啊 我们先走了 阿姨再见 何叔再见 拜拜 这俩孩子 是不是好上了 看着有点像啊 现在这年轻人哪 真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李真 你 你最近这儿进到剑场去 歇会儿 诚哥 我怎么觉得咱这酒吧 越来越安静了呢 这不是还是因为孙一航那小子没来吗 你还别说啊 他这一不来 我还真有点想呢 他俩不会一块私奔了吧 不会 不可能 雨萱要能看着他 我把这一跪的酒都喝了 秦勒 我们来了 你俩还真在一起了 必须的 雨萱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 诚哥 这一箱子酒 我帮你喝两盏 你去 到了 大老爷们儿说话得算数 这多贵啊这个 来 雨萱 你这天鹅肉 真让这癞蛤蟆给吃上了 不对吧 你跟我说实话 他是不是威胁你了 你跟哥说 我替你做主 放心吧 诚哥 我是经过慎重考虑 才做的决定 听见没 我们家雨萱说了 慎重考虑过 行了 那我工作去了 行了 那我工作去了 我替你工作了 就老爷爷 因为真的给你使用 一年 我闭嘴 我去老爹 你点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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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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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我跟小艾姐都快担心死了 后来她说去找你 我就一直给她发微信 可是她一直不回我 我整个晚上一直没睡觉 那天我们去吃饭了 后来手机没在身边 小艾姐回去了 怎么 找她有事啊 我找她 我还是为了找你 我这个干吗 杏仁酥啊 你不是最爱吃了吗 本来 我应该跟小艾姐一起去找你的 但是我实在是走不开 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刚刚我去跟齐悦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有杏仁酥 我又想起你了 所以我就买一盒给你 当时向你赔罪了 来 谢谢 欣哥 虽然不是你平时爱吃的那个牌子 不过老板说 这个卖的是最好的 好好吃 这么多 真的 真的好怀念那个时候 偷偷吃你杏仁酥的时候 其实你都知道吧 只是都不告诉我 我下一场的戏服呢 给我 他们说拍不到了 所以我没有拿 拍不到就不用准备啊 算了 算了 雅琳给我 我想锻炼一下 雅琳也没有带 对 为什么 是因为真的很重 我前两天都有拿来片场 可是我看你没有用 我现在就要用 不是 清明 你该做的事情就要把它做好 这是最基本的吧 不要到时候 没人找你 没人用你的时候 才在那边后悔 可是 没有可是 怎么样 听老大的话 姐 你得先教他 不然他不会那么轻易地 适应你的习惯 还不快去 别哥 那我去了 星哥 不然我们对一下吧 下一场就要拍了 好 来吧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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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哥 我跟恩星哥对对词 你看一下 咱没问题 来 三 二 一 开始 人你我 道不通 不相为盟 你我从此 恩断义绝 好 好 非常好 猜一下 精彩啊 特别精彩 刚才你那个情绪真的很到位 太棒了 星哥不好意思啊 本来没有要破酒的 但是我觉得 情绪上来了 所以 没关系 没关系 一切以戏为重嘛 对吧 我觉得你这样处理可以的 虽然岳哥很精彩 但是苏星啊 你刚才啊 这个反应有点太一般了 很牧囊 这边呢都要跟你恩断义绝了 你孩子 那个一一副大英雄的样子 不合适 不是 可是我觉得 你听我的就对了 岳哥那边酒一泼 把你立马下跪 然后说出忏悔台词 可是导演 我觉得这跟我饰演你的角色 有很大的出入 不是这样的人设 二哥虽然是土匪 但是在心里他并没有觉得 对不起江流 可是江流呢 对二哥误会很深 甚至要跟他恩断义绝 我觉得这个时候 二哥的愤怒应该大于悲伤 您觉得呢 你现在在教我演戏 不是 导演 我是觉得 我只是阐述一下 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咱们现在拍摄任务这么重 我哪儿有时间听你解释啊 你要愿意跟我交流 好 待会儿闲下来我随时奉陪 在现场导演最大 我相信这个规矩 你不是第一天知道吧 按我说的来 好嘞 各位文二注意了啊 马上开始 抓紧时间啊 我觉得不要因为个人的情绪 而影响到了戏号吗 现在有个人情绪的人是你吧 我能听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说这么多废话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你能来就来 不能来 拜拜 别以为下方导演挺你 你就可以在我这儿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这场戏 你不但要忏悔 而且还要下跪 导演 您要是对我个人有情绪呢 你说我 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无所谓 但是我不允许你毁了我的角色 那个什么 星哥 你别这么闹了 你这么闹 这后边戏没法拍呀这个 导演 星哥可能对自己的角色 也有一些坚持跟追求 我觉得算了吧 这场戏 我也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 我就这话 能来咱就来 抓紧时间给我做到 做不到 换人 我苏星可以忍 可以窝脑 可以失败 可以忍气吞伤 但是作为一名演员 如果你们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的话 对不起 你不配做我的导演 我不干了 不是 你这 你演员呢 来来来来 接着接着 走走走走 好 师傅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在学校待着也无聊 来你这儿坐会儿 喝什么 老样子吧 你跟雨萱怎么样了 你以后再让雨萱 她就得找她弟妹了 还是你厉害 恭喜你啊 你呢 最近怎么样 我看你今天怎么心情那么低落 最近跟我姐 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吧 师傅 我跟你说 我现在觉得我姐和苏星 她俩是越走越近了 你要不采取行动的话 你就活生生地把我解 推给了敌人的怀抱 我能怎么办 你听我吧 我妈呀 曾经老跟我们说 找对象 一定要门当户对 苏星要是一直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大明星的话 那我姐也不会多想 而且我姐要是能接受 我爸妈肯定不会接受的 但是苏星要是这次 因为这件事掉下来 收回一定会被我按低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别的我不敢多说 但至少会引发 我姐的母爱炸爆发 你也知道女人 要是母爱泛滥的话 很容易做出一些 不理智的事情 比如说 跟苏星的火花 差了越来越多 或者就直接 一身相去 不是 不行 我绝对不能接受 苏星当我的姐夫 一定要努力 霓涵 你说得挺对的 不过我跟苏星之间 无论发生什么 她首先是我的病人 我还是会把治疗 放在第一位的 你们说什么呢 我 我正在跟师傅讲啊 我是怎么用歌声 感动你的心的 融化你这个大精神 可是我刚才好像听见 你们提到我哥了 你怎么看 没有 孙一航你欠抽是不是你 厉害 好 今天的定位都满了吧 日志表给我看一下 我确定一下 猜色有没有问题 经理安排的那个事情 你安排好了吗 给我来一个包房 你是多少人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都没有跟我说一声 这种临时感谢状态剧本 谁知道碰到我 这么一个有节操的演员 实在受不了 给他们炒鱿鱼了 无聊 有人想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 不了 回去陪陪我妈 你看啊 第一时间回来我就来看你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有 感动得都快哭了 你怎么来了 没人 拜拜 无聊 无聊 好 路 三 二 一 开始 出 走 好 好 好 来 关机位 来 关机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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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哥 尝一下入喉茶 谢谢 于小姐人特别好 虽然我们认识没两天 但是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是吗 她走之前还特意叮嘱我 让我好好照顾你呢 清平 朱莉姐 你怎么来了 来了 我今天来给你们摊摊嘛 你把这些给工作人员分一下 谢谢 朱莉姐 最近日头太大了 我给你带了点面膜 你这样在睡觉之前敷一下 第二天再敬前的状态会比较好 我昨天晚上忘给你了 谢谢 朱莉来了 皮尔哥 我正好有事找你 来 跟我来 去吧 去吧 来 去吧 朱莉 我还没问你呢 提前进走什么意思 我就是来提前给同事探访班 断点误会了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不要反复测试我的底线好吗 我告诉你 齐悦现在的上升是都很好 不要因为你的轻举往都毁了他 我还是那句话 没了齐悦 你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呢 我一向不喜欢替别人做决定 所以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呢 我手上现在有个不错的剧本 待会我就让琳德把剧本 发到你邮箱里 你看看 我保你 女儿 那另一个就是 你就赖在七月身边哄个龙头 但是以后别想从我这儿 拿到任何工作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好了 你自己想想吧 我等你消息 记住 千万别成为第二个敏纳了 我帮你跟他说吧 他跟你说什么 给我两个选择 第一 留在你身边 跑个龙头 但是 以后 休想在他那里再拿到工作机会 第二个 让我去拍个什么戏 无非就是想让我走吧 我帮你跟他说吧 悦哥 马上开拍了 陪我队一下剧本吧 好 那我先去忙了 你血脂太高 不要吃这些 口译是人类最低能的表现 你要学会克制 你也一样 瞧你现在瘦的 肯定生活一点规律都没有 自律性太差 包括 你还要学会和 folk机会 给你 我学会和你 我学会了 我学会了 你也不认为 这些学会 好了 你还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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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时堂创建三百周年的大日子 集团准备筹拍一部 以仙人叶百草传奇人生 为极点的电视剧 前期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 剧本也已经写完十集 我准备让你负责整个项目 并且当好中医顾问 好 这次为什么答应得这么痛快 因为我想帮一个朋友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的身体不好 准备让你回来接管公司 你连句话都不说 现在为一个朋友 就肯回来了 老叶 咱们难得出来吃顿饭 你就 好 咱们做个交易 你用这个项目来帮助你的朋友 之后 你就得回来接管公司 好 我当你 这是你什么朋友啊 你这么帮的 我可以先暂之不说吗 好 尽好你应尽的职责 你那些互捧勾友啊 我也并不想关心 吃饭 吃饭 戴上 我不要 那么丑 来 过来 这个呢 是对你的安全负责 懂吗 可以 很美 就是你 你还不想把我给我 打招一路 如果你还不爱 你那些儿子 你还不想要 你怎么会 让你去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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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儿子 我应该不想要 我刚才能 跟你这些儿子 充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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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齐悦 你有没有想我呀 今天我跟我爸聊了一会儿 等你拍完戏 我也差不多该回美国了 不如你跟我一起过去吧 我知道这个提议对你来说 是有点突然 不过我会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可是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你 我还是那句话 没了齐悦 你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竹林 记住 千万别成为第二个名哪 师傅 你帮我个忙 我有料给你 sprout声 逐几 going Leadership 年龄 喜整 посмотреть 一年 当儿一年的 你意思好 神愿 我 你不打开 包括我 aki的 什么 如果我 我 我 留多一点时间 和朋友聊聊天 咖啡不再作伴 安静过每一夜 现在的年 这丫头果然是谈恋爱了 你把你的口水擦擦 都快流酒里了 我把你的口水擦擦 我 现在的我 明白像这些考验 终点是另一个起点 终点是另一个起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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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雨萱 你现在唱得厉害了就好了 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唱得就不好听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唱得比以前更好 你们俩要作蜜回家作蜜去 我这么大字我受得了受不了 你说的 早雨萱 去我家 你坐夜宵 这架势不错嘛 那必须的 不过你确定这是白菜丝 不是白菜段 这样你就不懂了吧 这个叫抽象艺术 艺术中的抽象 你 为了安全起见啊 要不咱还是吃个泡面吧 你放心啊 这个醋榴白菜 我看我今天炒过好多次了 肯定没有问题 好了 好了 本大厨要开炒了 怎么办 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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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女生 你管 快跑 来雨萱 尝一尝 你就不能再泡一碗吗 一碗吃得香啊 你吃面 我喝汤 来 你们俩在干吗 姐 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个是你的弟妹梁已萱 雨萱 没想到你最后还是被这个小子追打了 那好 以后帮我多多管教他 没问题 这个我很乐意做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接着吃 来 我要喝汤 好 别烫的啊